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今天的水产政治学 那么我们知道陈定兰呢 最近如果他当选了这个省长的话 人家也很多人一直想问的一个问题 说是不是唱国歌会有不同 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四个灯 五个灯 五号 五号 陈定兰 转发 当定兰 当定兰 五灯奖的节目吗 这个定兰指出来正好抽到五号 所以正好是五个灯 但是绝对不是在五灯奖上打擂台 但是各位如果说能够支持定兰 能够让定兰五度五关的话 各位你们还会有奖金的 五度五关是不是奖金五万啊 不是 奖金的话不是五万块 五灯五度五关本来是奖五万 但是如果定兰的话是每个人是五千 但是绝对是每个人都有奖金 尤其是老人年轻的话一定会发五千 所以五号 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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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定兰 老人金 五千 六 你们不止这个奖金五千 还有这个第五台啦 这个余福先生您讲到这个我就很高兴 因为我们这个民进党 终于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电台 这个电台的话就是我们的第五台 但是各位 这个舞台的话绝对不是舞台 是我们这个民进党终于有了一个舞台 尤其这个电台的话 它意义非常的大 因为它是四百年来 四百年来第五台啦 要让观众看得爽的啦 但是绝对 但是绝对不是那种 像什么朱哥亮的餐厅秀 让大家那种方式的爽 一定是非常的公正的 尤其你看在今天来讲的话 这个我们这个第五台 绝对是清廉的第五台 要对抗国民党的歪哥的三台 你看现在的话你看宋楚瑜 他简直就是在三台联播嘛 他不但有他那个三台联播 还有第四台 第四台是你的吗 我所谓的这个第四台 不是地下那个第四台 是所谓的这个李登辉他的后台 你看他对不对 你看他除了三台联播 他还有李登辉这个后台 所以他正好就是四台 你看我们这个民进党 终于有我们自己的第五台 那个新闻局 你看他们还说要来抄台 抄什么台 你看我们绝对要在这个选举前 我们一定要看我们民进党的第五台 并且投给五号 五号的丹顶南 丹顶南 对对对对 还有你渔夫的那个渔夫的TVBS 渔夫的话钓鱼台 钓鱼台 也很公正 所以看第五台 头第五号的丹顶南 国民党六台啦好不好 好不好啦 好不好啦 那省长的公办证件会 你认为谁表现得最好 我想这个公办证件会 大家有目共睹 你看这个宋楚瑜 宋楚瑜先生他说 他这个一出场的话就是 轰动无人驾动万家的众驾人 我看他根本不是藏进人 他是 龙三白阿龙 当下的屁股手 他说一下屁股 那另外一位朱高正先生 他每次在公办证件会场上 他都批评定南的宜兰经验 说定南那个郊西 这个是这个卖女人的这个色情经验 但是我想我们的郊西 各位都去过吗 你们看 你们是不是在那边泡过温泉呢 我看郊西的话就是一个温泉箱 可以洗温泉的一个好地方 不哭聊 不哭聊 洗温泉 不哭聊 不哭聊 洗温泉 总比那个朱高正先生 他那个阿没聊地口哭好多了 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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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念 如果当水整场的话 听说这个看电影就不用唱国歌了 我想这个只要到台湾省来的话 只要你们进电影院的话 我想我们会把电影院中的国歌给取消 因为事实上很多朋友 都跟这个定南反映 说他们每次在看 每次在看电影的时候 只要一听到国歌的话 他们就要到厕所里面去唱歌 所以如果说定南选上省长的话 可以少了这么多的麻烦 尤其如果说真的要唱国歌的话 定南我想也做了一个新版的国歌 我想这个国歌的话 能够的话还可以在KTV里面点唱 让大家一起来开跳舞 大家一起来同乐 我想这种国歌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放给大家听 好不好 我们大家鼓掌 国歌的 пес poll 可行 南小城的街亭 国歌的话 一个 zak 就要的 上无 PK 就要死自己装 我想我们还可以 有些人来会其他旗子 就是 是不是很快樂啊 大豪是不是很快樂啊 好好當地難 好好當地難 當地難 當地難 因為唱歌都被當地難 郭哥在以前都被抓去關起來了 OK 民進黨有一句話說 今次的成長選舉 是400年來第一站 那麼到底是站什麼呢 休息一會兒 我們一起去上一堂歷史課 證監會場熱鬧滾滾 沒有投票權的小孩 永遠是這裡面不可或缺的甘草 不懂事的孩子開始知道 一點點的民主 懂事的孩子 則對證監標語開始有疑問 400年是什麼呢 小孩問 比較正確的問法可能是 為什麼說是400年來第一次呢 比較受現代人這個了解 跟重視的歷史 當然是其他意義 他就是荷蘭人來的時候 他很400年來 應該說起來 從來沒有當過自己的主人 從來沒有用自己選票 來決定自己的前途 在這個意義下 這個會想到這個 他的歷史意義 會喚起這個人民的歷史感覺 這是很自然的嘛 其實這也不需要太大智慧 這很自然的一個訴求嘛 政治口號通常不需要太多邏輯說理 於是民進黨打響了400年來第一戰 讓這場省長民選的歷史盛戰 從台灣頭燒到台灣尾 從前三走廊燒到後三重骨 但是有人可不這麼認為 有人說 今年的選舉 是台灣400年來第一次 但是鄧輝要特別強調的是 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台灣史學者楊碧川 雖然幫民進黨寫了一份 400年來第一戰的文宣內文 但他認為那是個很不當的口號 如果說400年就把所有的其他族群 尤其原住民不算再來 如果說400年的時候 是一種比情 並不讓你覺得有什麼快樂可言 四百年的歷史是比情 我們從荷蘭時代到現在 外界的老闆 所有的大人都在想想想想想 研究歷史的新黨立委陳奎廟也認為 拿400年來替台灣斷代是很荒謬的做法 這樣斷代有兩個很可笑的事情 第一個 把荷蘭人也當作是我們台灣人的祖宗 這是第一個 第二點 400年以前就不算了 就是把原住民撇開 這個都是不妥當的 陳奎廟從台灣史作品的年代來推論 所謂400年來第一次 可能是取材自391年前曾遞寫的《東藩記》 有趣的是從文學作品的時間來看 那麼民進黨口號的400年 並不等於史名的台灣人400年 因為台灣人400年史 這本被視為台獨理論的經典作品 是在1960年代完成的 於是在1994年的大選中 所謂台灣人400年來的第一次說法 猶如詩根的蘭花 四百年來第一次說法 如果台灣人應該走回去 要有一個 一步變得比較率領 畢談台灣前途的做法 也讓四處站台灣民進黨 駐獎的史名頗為尷尬 民進黨在競選的目的 是在台北 你不說獨立的事情 他的建設就不對了 你前途就獨立發得大聲才對 去年跟競選這個 管制頂位是意外的經驗 大家都說獨立才興奮 年老的史名走在歡呼台獨的基層 趕民進黨高層認知的是走入中產階級的台灣 他們用另一種語言來詮釋 沒有一個永遠存在的國家 沒有一個永遠不變動的政權 基本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不必要為 因為要追求統一 然後為了統一而統一 對國民黨而言 保衛政權比理念立場來得重要 含五千沒人要換四百來試看看 國民黨主席李登輝也跟進宣誓 這次省長選舉是四百年來第一次 效果如何呢 他就是現在看著民進黨已經發四百年 他就要帶人一種好像 菜市沒人當 這樣發來發去 人家發四百年他就這樣帶人發四百年 但是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這四百年就算了 再抗一抗 你這四百年 台灣跟中國糾纏不清的關係 更加困難 讓你更加混亂 這個四百年就是 有一點台獨的味道 那麼這個李總統也跟著這樣講 人們又想起他也就放棄了一個中華 而主張這個從台灣來斷帶 事實上李登輝原來說的五千年來第一次 也是相當不聰明的訴求 五千年就是講這個中華民族的觀點 因為你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而不是你中華民族史上的總統 要談歷史人們就不應健忘 一九九一年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時 民進黨打出了訴諸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廣告 來提倡總統直選 各位觀眾 你認為誰才是這個國家的真正主人呢 到底誰有真正的權利來決定我們的總統呢 掃除過去不尊重人民的制度 讓台灣成為真正民主的國家 權宜的史官訴求 勝選的政治目標 楊碧川批評民進黨何必只求在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幟之下 當個民選的台灣總督呢 要選首位第二次的國台 他們自己說是選台灣人第一次的國民大會 要自費武功 這個政黨選後要自費武功 既然你要自費武功 你要什麼 然而 一旦從政治權力架構中缺席 民進黨恐怕只會離民意越來越遠 這對台灣的政黨政治又有什麼注意呢 從過去到現在 台灣島民從未停止對海洋的眷戀 海洋新民族冒險泛濫及創新多變的性格 始終帶給這塊土地無限的生機 四百或五千的爭議 關鍵恐怕不在誰贏得政權 而是人們的心如何歸屬 各位 最後再講一則政治笑話 這是施明德親自告訴我的 他說他一生被關了二十五年 非常的久 那麼第一次他在綠島的時候 那時候蔣中正還活著 有一年到了蔣中正生日的時候 有很多人 因為每個人都要集中在中正堂裡面 向蔣中正的相跟他拜壽 那麼那時候有一個人 跟施明德是關在一起 還剩下三個月就要放出來 結果那個人早上起來的時候